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钱财名利最终都是身外之物 胜不带来 死不带去 那我们如此奔波又有什么价值 人到底为了什么而活 怎样活才能更有意义 相信这个问题 大家也反反复复思虑良久 小李才三十多岁 就被查出患有高血脂 高飘令等症状 医生告诫小李要清淡饮食 少吃大鱼大肉 毛一天 小李又嘴馋了 一边喝酒 一边大口吃肉 媳妇好心提醒小李 小李怒不可饿地说道 我这么年轻 这也不能吃 那也不能吃 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看见没 能够吃喝玩乐 对于小李来说 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 而他要活得幸福快乐 其实也很简单 但就是身体要遭老罪了 对于绝大数农村父母来说 他们最大的愿望 就是子女能够结婚生子 对于他们来说 人生的全部意义 就是传宗接代 最后图个子孙满堂的心理慰藉 综上 如果说人生没有意义 那么要生命有何用 如果活着只是为了吃喝 当个酒囊饭带 那人生也太无趣了 如果人活着一辈子 只为了传宗接代 延续血脉 那和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 到底人生的真意在哪里呢 一 古学大师记贤 临谈人生意义 记献临活了九十多岁 他对人生总结时说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 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 人生一无意义 二无价值 大部分人是有钱时 吃好喝好 肆意挥霍 及时行乐 今朝有酒今朝醉 然后稀里糊涂地 忙忙碌碌 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还有一部分人 一辈子穷困潦倒 时运不济 整天愁眉不展 愁吃愁喝 同样也是浑浑噩噩地 过完了一生 此两种人都是不知道人生的意义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但是 济厅林老先生是积极乐观的 他认为人生对于个人无意义 但是对于全人类全社会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 他坚信人类终究会越变越好的 就如鲁迅先生在生命的路中所写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 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 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从古至今 人类都是在不断发展与进步 这也不是个别人能够左右的 但是 人生需要进步与发展 又离不开无数个个人的努力与进去 所以说 人类社会的越来越文明 科技的发展 必须经过无数代人的共同努力 这就好比是接力赛一样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跑 又如一条链子 是由许多环组成的 每一环从本身来看 只不过是微末不足道的一点东西 但是没有这一点东西 链子就组不成 如纪贤林先生所说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 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 而且是绝非可有可无的 如果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 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 所以说 我们大多数人 虽然不是历史的主角 但都是历史的直接或间接创造者 都在做着前人灾数 后人乘凉的伟大事业 都在造福自己的子孙后代 可见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我们狭隘的自身 而是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成上旗下 呈现其后的责任感 虽然这种说法有点高大上 但这就是实实 二 看看陈独秀谈人生真意 陈独秀从宗教家 哲学家 科学家的角度来 一一论证人生的真意 然后一一否定推翻 最后给出了自己 对于人生真意的答案 他首先抨击 佛家人生本无的说法 他说 个人的生命 虽然是幻想 世界人生之全体 能说不是真实存在吗 然后说耶教所说的 更是凭空捏造 不能证实 既然上帝的有无度无法证实 那么耶教的人生观 也完全不足相信了 再看孔孟所提倡的儒家思想 他们主张积极进取 学而优则是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但是陈独秀认为 这只算是人生一种行为和事业 不能包括人生全体的真意 至于莫子人生观 专门牺牲自己 利益他人 这就完全是为他人而活 没有了自己 这样太过于偏激了 而杨朱的主张 正好与之相反 尊重自己的意志 不必对他人讲什么道德 其实也很极端 不适合现在复杂而文明的社会 毕竟 人生活中 社会大系统中 互相影响 互相关联 孔孟梦的儒家思想 与老壮的道家思想 对中国人的影响最为深刻 儒家思想将积极入室 道家思想却是初始思想 总是教人逍遥快活 听起自然 无为不争 知足常乐 无欲无求等等 显然 道家的人生观也不利于个人 以及社会的发展 科学家说 人类也是自然界一种物质 没有灵魂 死后物质分散 没有连续的记忆和知觉 但是 陈独秀反驳道 个人虽是必死的 全民族是不容易死的 全人类更是不容易死的了 全民族 全人类所创的文明事业 留在世界上 写在历史上 传到后代 其实 从客观来说 生命本没有意义 我们来的时候 是不得不来 走的时候 是不得不走 人活着 就是完成 生命生老病死的 客观过程 这个过程 你如何走 如何经过 由你自己把握 人和其他动物一样 凡有生命 最终都逃不过 死亡 人要想活得明白 首先就要解决生死之根本 生死看破了 看淡了 那么这个世间的诸多问题 都不值得你烦忧 如果不能把生死问题看破 那任由你一生无忧 明忠实人过不了死亡大观 人会害怕 恐惧 其实 人这一生 就是区区就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使命 任务完成了 也就该走了 人来到这个世界 本就不是来享受的 人生百般滋味 你要笑着面对 既然无法逃避 只能勇敢面对 人生真正的价值与意义 众说纷纭 没有标准答案 一个人一个活法 一个人一个看法 你觉得值得 就是最好的意义 生活没有完美 这短暂的一生怎么活 怎么走 看你自己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精彩 人生是不可复制的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从狭义上来说 很多人会认为 人活着就是传宗接代 繁衍生命 承担该承担的责任 赡养父母 教育孩子子 努力挣钱 养家糊口 平凡一生 也有人比较特立独行 他们爱思考 有自己的想法和活法 不均逆于世俗的眼光 活出自我 去享受生活 热爱生活 他们觉得来到这个世界 应该是看花怎么开 谁怎么留 应该活得潇洒自在 也有人认为 世间一切享乐都是短暂的 人真正应该增长的是 自己的智慧 当烦恼来袭时 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 去破除它 人这一生 苦乐参半 既然来了 就好好走过 该经历的苦难不必逃避 该走的路要坚持走 有山穷水尽 也会有柳暗花明 所有的滋味都长遍了 才不辜负人间走这一遭 有人说 害怕自己变老 我想说的是 人也不是突然就变老了 虽然年龄在增长 皮肤在衰老 但随之增长的是 人生的阅历与感悟 真正衰老的 不是那些冰冷的数字 而是你的心 若你心境足够豁大和强大 人世间的苦难便会少多半 人活着 就是去经历 去感受 好好演好自己人生的剧本 别患得患失 别过度消耗自己 万物的来去 都有它的时间 如果留不住 不如大放放手 别后悔 这短暂的一生 我们最终都会失去 错了不要紧 你永远有回头的机会 别害怕 努力追寻属于自己的光 不必羡慕别人身上的光 其实谁都不容易 谁家都是一地鸡毛 生活就是这样 曲折连着曲折 不如意识事有八九 可与人言无二三 努力熬着就是了 人生如茶 有苦涩 有回甘 人生如粥 越熬越清甜 越熬越浓郁 再苦再难 总有尽头 只要身体健康 不必急着追赶钱财 慢慢来 别拼命追求富贵 没有足够的福德 你根本承受不了 再多物质 不过一日三餐 不过房屋一间 欲望过多 都是负担 一切都是福云 都不值得谈着 人这一生 有事做 有人爱 平安健康 就是最大的财富 好好路过 平淡无余 人生不过如此 红尘看破了 不过是福尘 美丽看破了 不过是皮囊 生命看破了 不过是无常 人生没有什么不可放下 珍惜当下 别想太多 原来源去 自有定数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您的观看